终于您带来的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带来SRI联赛 国交警赛第三赛级的总决赛 BO5的第三场迷你司机对战Liquid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搬选 那么这场比赛 迷你司机一手还是搬掉了这个小精灵 二手要翻单了 二手现在要翻单了 看看这个Liquid的第一手是搬掉了一个巫妖 第二手还是搬掉了老陈 仍然是搬老陈 就是不放给KKY去打老陈这个点 那么也就是这场比赛 迷你司机还是想要去压这个限优 把限优打出来以后 然后利用线上的优势再去想办法去搞事情 这场比赛作为先搬先选的一方 迷你司机其实他们是可以抢先知的 如果Liquid自己不办的话 那么迷你司机可以抢 三大兵的先知打的也是不错的 然后比赛Liquid继续去搬掉夜魔 确实三大兵的夜魔的第一场比赛 其实是给Liquid有点心理阴影的 这个作用太明显了 看看第一手迷你司机的男人 第一手的男人就已经开始去思考了 抢了一个剧毒 确实这两场比赛都是拿到剧毒的这一方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剧毒这一方的英雄现在确实也是很强势 这个东西 看看Liquid在前要手会不会拿出神牛 加上先知 还是土猫加先知 Liquid咋提爱后不掏光法了呢 因为光法这个英雄 这场比赛是有可能会掏的 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把夜魔搬了 然后比赛一手是拿拉比克 拉比克加小娜加 这个有意思了 迷你司机这场比赛拿出剧毒的情况下 就是拿小娜加 那这样的迷你司机是不是考虑第二手直接拿法师啊 感觉好像迷你司机这场比赛要拿个敌法的话会很顺啊 拉比克这个点拿出来的话 谁打都有可能 就是这场比赛现在拿出来已经拿出两个人 Liquid现在没有确定下来谁去打 Miracle打这个中单小娜加是有可能的 马桶应该一般不会打小娜加这个点 GH的小娜加也有可能 GH打小娜加的话是走中还是打四号位也都有可能 然后呢这个拉比克也是GH和KY两个人都有可能会去用 所以这场比赛现在前两手的这个拿人Liquid是没有给对方太多的可乘之机 但是整体来说目前Liquid欠缺的还是大哥位 那么第二手迷你司机是拿出一个土猫 搬人方面如果围绕三大兵去搬的话 可以考虑一手伐木机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这个迷你司机的伐木机确实表现是相当的出色可以说 选择先搬了一个韵母蜘蛛 这场比赛看来是不打算拿太多的AOE 有观众说这场比赛对面要搬谜团是说迷你司机吗 第三手迷你司机搬到先知了 上下场比赛这个先知确实是蛮厉害的 果然是搬了一手伐木机 搬了一手伐木机 小拿家如果打辅助为配合谜团的话 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挺厉害的一个组合 不过小拿家这场比赛拿出来的一个主要价值 应该还是用来针对剧毒的 因为小拿家这场比赛有一个打剧毒非常好用的套路是什么呢 是他可以出A仗 在对方剧毒开大以后小拿家可以直接开始大走到人群当中 然后呢第一个是给自己队友一个撤退的时间 第二个呢是拿小拿家这个点如果他出到A仗的话 他的队友甚至可以不用撤退直接借助着小拿家的这个大招的回血 顶掉剧毒这个大招的伤害 然后直接实现一个反打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最后第四手迷你司机搬掉的是Metal Control的一个古法 也都是在搬这个绿色的英雄 比赛立刻的选择第三手拿出了个老虎 而且这手拿得很快啊 这手拿人 迷你司机在第三手是拿出了萨尔 萨尔应该是给忍者去用 这样的话萨尔加上土猫 有可能是不是要考虑拿黑弦了呀 感觉这样比赛迷你司机用黑弦不错 虽然有点偏这个大招一波流 但是其实并不是说非得要用大招去接 他这个拉加上土猫的踢和沉没 再加上萨尔的这个框大 就可以打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 大叔困了 今天毕竟说到现在为止 已经拨了十个小时了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现在在已经拨了十个小时的情况下 我看不到这样比赛结束的一个趋势 你知道吧 这个事都要命了 选择是拿出了卡尔 这个阵容还是有些意思的 你别说 5 second remaining 第法师 这个敌法师没搬 没搬这个敌法师要出事 我跟你说 这个敌法师拿出来确实有点厉害 敌法师这场比赛 不知道是故意没有搬 还是没有来得及搬 反正他是没有搬这个点 没搬这个英雄的话 确实是出楼子的可能性很大 这个英雄 看看实战发挥吧 待会儿 真心这个英雄你要不搬的话 是很容易出事的一个点 最后一手的班人 李逵看看 赞助商大佬给刷个墙 哪是赞助商 哪是赞助商 最后一手 现在Liquid还差一个三号位 三号位这场比赛是可以考虑给这个 不能拿杜姆 真的不能拿杜姆 拿杜姆的话 敌法师出个林肯 或者出一个A杖 杜姆就一脸包了 杜姆是真的不能用 最后一手选择果然是搬了一个黑弦 确实现在这个阵容配黑弦太好使了 实在是有点 这要配黑弦真的就有点自己往嘴上送的这个感觉 其实 看他最后一手搬掉黑弦以后 迷你司机那边准备搬谁 三号位现在他们要防的 主要还是考虑要防一手这个 如果是防卖Ctrl的英雄的话 其实杜姆确实是可以拿 杜姆在这个敌法师刷起来之前 还是有一定克制作用 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敌法师 刷起来的时间比他要早得多 这是一个很僵硬的一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种搬了个虚空 大家原谅我稍微有点累 咱们这个我就尽量减少一点在班犬上面的过多的意见 稍微体谅一下 最后一首选择拿出了一个马格纳斯来加强敌法师的一个刷拳节奏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提升 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敌法师在拿到自己的尖刃球以后 加上马格纳斯的授予力量就已经有了一个狂战斧的效果 甚至比这个狂战斧的效果可能只强不弱 我们在最后一手的位置 Liquid拿出了个狗 那这样的话是Mate Control的三号位米拉纳吗 还是个四号位米拉纳 GH的拉比克 五号位的小拿家 三号位的老虎 Crokey的小拿家 Crokey的小拿家这样的比赛应该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去处理一下这个迷你司机的这个剧毒 剧毒这个英雄确实看起小拿家挺蛋疼的 剧毒这个大招一放放完了以后对面直接想要在这边起一个大 起一个大以后直接选择就所有人一起跑 一点办法都没有留不住人 这确实是个办法 我们进到比赛当中来 看下双方的这个实战的一个发挥 真的是有点累 真的有点累 看看KKY KKY这里是一上来就遭遇到了执忍者的一个萨尔 这样的话呢 双方这个眼位 萨尔这个眼位做的呢 偏保守两个眼都是比较保守 小拿家这里两个眼的一个都没差 卡尔肯定是给Miracle去打这个毫无疑问 这一局的拉比克三号位的老虎的话 将比赛主要的一个击杀应该是围绕老虎这一路在搞事情 这里是一个慢开悟 慢开悟的话 拉比克一击肯定是升局 这个完全没有比任何必要去留这个点 因为他的若海能力由一级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他这个举这个技能 不管是单杀配合队友还是配合队友去跟对方团战 举这个东西毕竟在团战的时候 一级如果开团的话还是拥有一个悬晕的一个效果 就砸下来以后可以晕一下人 这个绕后也绕了很远的位置 但是对方这些人呢都还是站位比较小心的 这个地方破雾过来 看看找的是谁 找的如果是这个马格纳斯的话 这里举一手 接一根箭应该是杀不掉 马格纳斯这里可以顶一下 漂亮 漂亮 被算计了呀 卡尔这个地方是给了一发天火 但是没中 被算计了 被算计了 这样的话Mand Control僵了 这个马格纳斯在抢神服 他这种站位明显就是引诱你过来去找他 结果没想到这个Mand Control上当了 这样的话自己一个人要在这个上面站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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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这土猫一上来呢是滚过来骚扰一下这个卡尔 那么这样中路的这个剧毒呢可以非常踏实的去补一波刀 压一波这个兵线 那么卡尔这样比赛中路也是出师不利啊 KKY赶紧过来去帮一下 给这个卡尔已经创造一点这个补刀的一个机会 给土猫滚过来以后 这里给上一个剪甲 A两下的话半血就没了 前期这个土猫这个英雄 由于他本身的这个护甲只能说 这中箭了 中箭了这个地方居然是 老虎从哪射了一根剪过来 非常远的地方射了一根剪 但是这个中箭以后 卡尔由于并没有跟上去 而且这个天火也没有甩 所以自己的队友也没办法 继续对对方形成一个击杀 位置太远了 今天会播到结束吗 肯定会播到结束 反正最多不就是还有三把吗 对吧多大点事 TI的时候那么大 那么多比赛都扛下来了 这里中路的一个对线 Miracle确实是有点僵 被对方这个也是骚扰的很难受 下路这里老虎跟GH两个人 倒是日子过的还是和和美美的 这个远程兵被反补有点蛋疼 这个补刀又是漏了一个 又被反补一个 哎呀 没说到现在非只有三个反补 而且这三个反补 结果是没有近战兵的一个反补 没有远程兵的反补 KGY赶紧绕过来以后 准备挡一下对方土猫的滚 卡尔这个地方也是提前加好了 一个击急速冷却 这里Miracle确被对方的 这个敌把射和三个人 是怼了一波 这个老虎感觉要死 感觉死了 那走不去了 这不是交一血 敌法师这也是拿到一血 漂亮 看一看其他的位置 GH这个地方也是来到中路去帮忙 这样初期的对线 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立刻的就已经僵了 这样比赛mini司机 在初期的一个对线上面的选择 确实是相当的漂亮 KGY这个地方还想拼掉对方 结果是被对方遛了飞起 KGY一直在走位 防止被对方卡尔添火 最后20点血嗅掉了KGY 那么这样是一个2比0的开局 2比0的开局 敌法师无解肥 那么这个卡尔是也是稍微有一点僵硬 中路的这个娜娜的剧毒也是很肥 现在来看 这三大兵在上路的混的日子混的也是不错 现在手里边钻着12个挣补 那Mate Control的这个老虎只有4个挣补 啊 惨的惨的都让人感觉有点可怜了 这样比赛 前击对线的一个不顺的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个连锁反应 就是你前期不顺卡尔这个中期需要补的时间就更长 他补的时间更长你队友也不顺作战能力也一般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很容易形成一个循环 就是卡尔也容易被对方针对自己的队友 就看这里举一下拉回来给减上一个网 减甲一顿平A 这里队友踢一脚滚过来给减速 这边土猫的这个营救真的是太漂亮了 JPZ的这个土猫这波满分啊 对方这么完美的一波机会都没有能够杀掉他 JPZ已经是一个隐身神符了 这老虎被对方的这个萨尔直接给递回去 老虎一根剑 这个有点智商剑的感觉 不过这里可以空到一发神符 Made Control空到这发神符以后 等级还是三级 牧师的地霸师已经是快五级了 上路的这两个人呢 基本上是一个护肥 小狗目前是24-3的正反部 那么中路这个时候围剿过来好多人啊 给上一个网 老虎一根剑 这根剑 是晚了 被对方要反杀了 这个KKY 而且这哥俩现在也很危险 手里有一个举 这个JPZ有可能要被杀 看看能不能举一手啊 没举 Made Control这里没有蓝 手里有六根伯伴 吃上以后呢 JH选择是一张TP量起来了 有没有贴 没有贴 这波JH真的是冷静 超冷静这波 经济方面现在已经是领先的有点多了 敌法师这边拿到一个一血 然后前期兑现五解飞 对方这个老虎现在是 这个敌法师其实现在随时可以具备去单杀老虎的能力了 已经 就是我过来砍你两刀 然后你往后一跑 我就Bling过去再砍你一刀 然后你这时候你跳走 你跳走的话呢 我就再往回走 等我下一个Bling好了以后 我再Bling到你身上砍你两刀 你这个人就很有可能直接被我砍死了 或者是找到机会 让我等这个大招加出来 我直接甩大了 中路卡尔的经济 现在只能说是非常的一般 比对方的这个剧毒稍微好一点呢 也是自己的队友用经济换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JH跟Crokey这两个人的经济 现在惨到什么程度 开局五分半钟四百块钱 这波Crokey又是逛到上路 我给插了一个眼看到对方这个马甘纳斯 这也是跟Crokey两个人想配合一波搞一下 给上一个减速 这里想举起来 没来得及 一级的举 这个距离还是稍微近了一点 这里给上一个减甲 举一下 卡尔给发天火 想扔回来 但是没有来得及 中路的这个卡尔为了扔这发天火 也是被对方给针对了一下 吃魔伴 开冰球 哎 这个地方自 自杀了 用自己的魂给自己A死了 是用自己火人给自己A死了吧 这个 这个有点6啊 卡尔这里活了以后呢 由于对方这波击杀没有成功 卡尔这波操作确实是6 确实是6 这里又中了对方的一个瘴气 这个Mirror 这个火人这有点厉害 这条石头踢过来 踢到了火人 问题不大 幻象8块钱拿到 那么这个自杀了以后 由于自杀就是反补所有玩家控制单位呢 不会让对方有任何的收益 所以这波等于打完了以后 卡尔虽然是死了 但是呢 复活很快活了以后 直接一张TP回到线上 继续保持自己的发育 经济现在还是比对方的这个 没有落后对方这个剧毒太多 那么小狗的经济现在跟敌法师差不多 但是敌法师这个家伙刷起来 毕竟是 他毕竟还没有到自己开始刷钱的时间 敌法师毕竟他还是一个 有了狂战以后才开始刷钱的点 Liquid这场比赛仍然是采取一个双游 可是这场比赛 他的双游的一个成功率就非常的差了 这个地方是A一波 对方的土猫支援过来 不过Miracle这波不是很虚 他现在已经有了三级的冰和四级的火 这个高等级的冰所带来的一个回血 是让他可以比较轻松的去顶掉对方瘴气的一个伤害 保持自己的血量的话 土猫对于他的游走也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保护眼 一直看着对方这个土猫 网住以后一根剑 卡尔接一发天火 没有中 卡尔这个天火还是慢了一点 感觉好像这场比赛 Liquid这些人有点不在状态 卡尔好几次天火都是晚了 这个真的不是第一次 Miracle这选择的装备现在是一个加速手套 卡尔身有个王者剑 没有那个魂类 他现在这个没有魂类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这里滚到了 交大卡尔这里没有TP 僵了这波感觉 也没有去切隐身 因为知道这波自己切出来隐身也要死 这里是吃魔伴 然后给了一个吉老 想要去找机会反杀 但切出来技能的一瞬间 自己就已经被地方堵死了 这老虎在下楼看到一个双倍空到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已经是拉开到了一千 一直保持一千加的一个差距 但是卡尔这个点现在的经济有点僵了就 这波被对方的这个剧毒击杀了以后 双方的两个人的这个经济直接是拉开了三百多的差距 老虎这里一根智商剑 双倍的一个老虎点几下 牧师这里还是稍微有点疼的 卡尔回到中路继续接拉线 但是现在手里边存款只有一百多块钱 距离这个点金手还差一千四啊 一千五 现在这个点金手还贵了 这场比赛这个没有过的卡尔难了 诶 这个地方居然是没给对方技能 这里看看有没有繁衍 诶 对方是对方人好像没带繁衍 这卡尔这把天火没有中 这一个弱化能流还是没有死 网住对方以后 JH这个地方感觉也要死 KKY感觉也要死 这里滚过来 KKY这场比赛真的有点危险 这你妹的 直接让娜娜的剧毒拿到一波三杀 我怎么感觉这场比赛要翻车了呀 搞不好这场比赛真的翻车啊 现在这个局势啊 这场比赛节奏相当的乱 现在关键问题是敌法师的装备已经 就经济已经有了将近四千四 这个刀捕完四千四 老虎现在两千三 然后呢 中路的这个经济卡尔现在是两千六 中路也崩了 中路也崩了 马桶这个位置现在是做出来了必章 但是对方来的这个人土猫 这里拉回一个城墨 开一下必章 看看能不能开除狂暴吧 开出狂暴 开出狂暴 脑两下三下马甘纳斯交大 这个还在疯狂输出 小狗这边想拼掉这个三兵 好像拼不掉了 拼不掉了 这一波 这一波对方的娜娜已经是变态 变态杀罗了吗 难道已经 7-0 真是变态杀罗 卡尔现在的经济呢 是慢慢的再往回追 但是难啊 这样比赛 确实被对方怼的也是有点难受 这里给上一个级冷 一顿平A 卡尔加呢 过来以后 好像是 只能杀一个对方的萨尔 这个狂暴一脚石道 提重 人头是被GH拿到 看看对方支援过来的人 马甘纳斯 这个位置卡尔 这里没有技能 又不且隐身 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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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来都不且隐身 那个情况 也挺奇怪 得躲开对方的这一刻 服装 但是路师过来收拾 KGY这位置也要死 第一个这场比赛 这个酱油死 太凶了 实在 你得滚过来以后 没有滚过 但是KGY这最后 被敌法师一个大阵收掉 这样的话 敌法师的经济来到了52008 5300 马桶的经济现在是5300 对 这场比赛 卡尔没学雷 我把这事给忘了 他没学雷 有意思 这场比赛有意思 这个节奏打的 这样的话 双方的经济差 拉开到了3000 卡尔这场比赛的 这个发挥空间呀 猫这个位置是被对方定了一手 就拉回一个沉默 放了一个大波 还是被小狗直接给切死 Miracle的经济 现在是有了 差不多1000的一个存款 距离自己的点心手呢 还差一点 看看这波暴团 由于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装备不错的小狗带队 这个走出来了吗 没走出去 卡尔一把天火 炸到 老虎一根箭 还射中了个剧毒 剧毒这个位置 是卡尔给一个急冷吗 给上一个急冷以后 直接A死 只给上一个仗气 说卡尔这个位置 感觉是要死了 拿纳斯大招定过来以后 直接摧毁塔下 漂亮 这样的话 木恩的 这个娜娜还是完成了一波双杀 杀到了对方的卡尔 不过卡尔这波的经验是吃了不少 而且这波打完了以后 卡尔的经济 已经快要能够做出来点击手了 老虎这个时候的经济是来到了3600 双方整体的经验差 经济差 现在还不是特别的巨大 还是在这个 暂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这里土猫又是过来救了一发 自己是被网救以后 老虎过来 这还把对方的小男家给递回去了 小男家其实已经没有网了 这里老虎一根封路箭 尼加布狗表示这个位置不是很虚 在躲着天火 小狗是炸了一下 没有炸到 不是没有炸到 炸到了 但是伤害不够 但是伤害不够 这个时候 现在小狗的经济上还是保持在拳掌敌 那么 敌法师现在狂战斧已经 钱是够了 但是鸡刚才在 莫名其妙的一个位置死了 这样阿牧师的这个 狂战斧要晚 要晚不少的时间啊 这个看来 这个真要晚 要晚不少的时间 阿尔的点进出来以后 下一个装备直接奔着这个A帐去出 现在就看迷你司机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节奏续上了 小狗的经济现在还是保持的不错 阿米也快做出来了 这档比赛呢 他没有一个合适的车 所以这档比赛他的输出可能比较依赖自己的一个走位 小那家跟这个拉比克都不是靠谱的车 卡尔更不是 老虎也不是 老虎倒是有一个跳过去放星落 然后配合小狗的一个输出的这么一个能力 但是这个技能组合冲上去的话 确实难度有点大 这已经意识模糊了 这档比赛确实是打的时间有点略长 也是有点累 老虎射了一根箭 看到对方这个剧毒的蛇伴是在这里 在打远古 这老虎开大过来找一拨这个迪法师 迪法师这个地方提前是滚走了 感觉好像还是被对方给看到了的样子 卡尔在上路那个位置我总感觉他要出事 而且Mail Control这个位置好像自己一个人在迈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并没有出来的意思 迪法师跟土猫两个人 夜眼方是天灰信使已经重生 夜眼这用了一个扫描 扫到了对方在这个树林那边有人 但是Miracle为什么还会往前走啊 这个地方推过来以后 萨尔立场加大招没有中 卡尔这里直接给自己炮上一个技能 另外一侧卡尔这个天火 漂亮 卡尔这个天火直接是炸死对方迪法师 直接给了400多块钱 这Miracle一下就肥下来了 瞬间经济是超过了对方的这个马甘纳斯 来到全场第四的位置 那么小狗现在仍然是保持着全场第一 迪法师由于自己的鸡被杀了 所以一直也能拿到自己的狂战斧 这一波 Miracle这波死了 这波跑不掉了 这场比赛 你看娜娜一直是在玩了命的去给她 放这个大招 这所有的大招都扔给了Miracle的卡尔 可以说是 这个老虎过来以后 辛诺砸死 娜娜的这个剧毒 这一波就被带走了 然后下路的这个下路一塔被拆掉 下路一塔被破掉以后 看一看卡尔现在的经济是有2000块钱的存款差不多 但是迪法师拿到狂战以后 现在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一个祭片 那么她的节奏慢慢就起来了 但是现在其实场面仍然是不太乐观 这里看到了迪法师网着小狗叔叔说有点高 直接恼死了这波迪法师 迪法师的节奏连续被断了三波了吧 这是两波 两波死两次 死杀人两死 但问题在于这个迪法师每一次死的 都是这个等于是在他自己最刷钱的节奏最好的时间死的 每一次几乎都是 JH这个地方 绝 漂亮打断对方的技能 小狗过来给四列伤口开狂暴 但是这个时候好像打不死了 小狗这个地方虽然是有一个灭 但是由于没有足够高的攻速 这波是没有能够击杀掉对方 狂暴刚才不知道是不是在CD还是没故意就没开 比赛马格纳斯是出的是跳刀支配 密法跳刀支配 现在经济方面呢 Miracle的经济是6700 还是排在全场第四的一个位置 并不是很高 看看这波的开悟 迷你司机这波的开悟使机找的不错 但是这个拉比克带狗 破掉了对方的悟 小狗崩出来 直接给一套技能 卡尔的天火炸到了对方的一个萨尔 这一脚石头过来 踢到拉比克 小狗这个位置有点僵 小狗是开着自己的这个B章 还是在找对方这个血最少的人 这里 马格纳斯顶剑了 迪法师过来一个大 没有能够杀掉这条小狗 这里 老虎 老虎TP 老虎这能TP回去了 当时对面五个人的一个TP 居然走了 好吧 正卡在对方所有炉TP的技能 全部都在CD的一个时候 是TP回家 牧师这段时间在这波团战结束以后 也是喝汤喝的飞起 那么自己的经济直接是超到全场第一 而且娜娜的这个剧毒经济现在也是非常好 这套比赛娜的剧毒 选择出了一个点金手 经济补的也是飞起 那现在是现在敌法师的这个 敌法师的这个经济起来的话 就有点不太好挡了 卡尔现在距离自己的A帐呢 还差点 三大兵现在手里边是一个跳刀 然后再准备出BKB 双方的经济差目前是3000 卡尔这个点现在在刷远古 这波远古刷完了以后呢 还差大概400多块钱 可以做出来自己的A帐 好 接着这个位置 看一看 小狗现在身上的装备呢 是暗灭加上一个B帐 然后再憋自己的强席 他的经济现在是排在第三 卡尔已经是超过了对方 这个马干纳斯快一枪了 距离自己的A帐也是直可带 现在这个节奏 现在其实还是主要的节奏 还是在迷你司机这边手里边 迷你司机这场比赛 打到现在为止的话 主要还是要看他们这几个大哥的BKB 迪法师现在是在出分身符 我现在单刀马上能够做出来 Liquid过来 退一波对方的上路一塔 老虎这个胆子也是大 谁跳过来拆 看到对方主要的人都在下落 那么也是表示一点都不慌 卡尔这里拿到了自己的A帐 在游戏进行到20分钟的时候 这个卡尔前期崩成那样 居然还是20分钟拿出来自己的点击A帐 感谢这个BERN54赠送的9个烤鱼和48个饭团 非常感谢 看看下路的这个二塔 下路的二塔这波感觉是直接给了 但是呢 Liquid选择是跟对方互换这个二塔 那么迷你司机这一波是选择绕一下这个对方中路二塔 后觉得对方有人会在这个地方刷钱 卡尔这个位置呢 老虎这里开一个大招 Miracle这个位置下来 看到对方的人了 陨石 陨石推波 加上一个急冷 再加上一个吹风 留住 杀掉了三大兵以后 又留住了一个萨尔 这个地方给上一个技能以后 再接一发天火 直接带走 而上路这个时候突然间是 开启了一个推高低模式 给了一个网 比法师这个位置 老虎 这老 不是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一换四 而且要拆高低的节奏了 这什么鬼啊 这是 这他妈是在打比赛吗 Krogi这波肯定是拿命换你的建筑物了 无所谓了 调整一下站位 这Krogi反正也是要死 收重箭 老虎过来星落 拆建筑物 不要理他 这波卡尔接天火 这老虎 拆建筑物啊 还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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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哎 这他妈 什么他妈玩意儿 我操 我报警了 真的是 哎 为什么这个卡尔一个人开这个老虎大招 正好撞到对方三个人 直接秒了对方这个马格纳斯也就算了 留住这个萨尔也就算了 为什么正面战场突然间破高低了呢 这Liquid这帮人什么意思啊 一天到晚落后对面四五千经济 然后就跟对面开正面团 跑回去钢人进去 我的天啊 哎 我还见过你说 我我我 就这场比赛讲道理的说 就Liquid这种上高真的我已经见过太多次了 我忘了是TI的还是TI之前的一个比赛了 曾经有一场比赛特别特别牛逼Liquid的干了一件事 他们在经济落后四千还是五千的情况下 带着个A帐的光法晚上推对面 就是经济劣势落后了差不多对面一个大件的钱 然后呢带着光法没等白天 大夜里的主动去推对方上路二塔 我印象特深 主动推对方上路二塔 推完推赢了以后不走 接着在夜里推对面上路高低 我印象特别深那个 哎哟 这女妹的 这里偷了一个蛇瓣 可以插蛇瓣了 他妈比赛突然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下卡尔的经济是追到了第四 不是追到第四 是马上要追上前几名了 这里剧毒直接被秒 萨尔的立场加 这个康纳给的不错 可是自己的队友已经死光了 能具有输出能力的人已经没了 现在上一个敌法师 你不能寄希望敌法师 在这个时候去搞什么事情 老虎这根箭并没有中 那么这样的话 只能是看着对方提P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似乎是可以直接打蹲了呀 这个感觉 什么玩意儿就上路破路了 我去 这小狗现在有了一个正式宝石以后 自己的强袭快出了 小狗的经济跟敌法师的经济 现在在双方超过了娜娜的一个剧毒 而且卡尔在有点金手的情况下 他无论如何是比这个小狗要刷得快的 他这再刷一会儿 他的经济就要抄到全场第二 这个库裆掏钱真是 库裆真是殷实啊 这个有的时候运气啊 运气这个事儿有的时候真的是站在这个有实力的人这边 卧槽 卧槽 马格拉斯这边还有一个空大 被Miracle拿一个隐身给躲了 这样Miracle不解准备要切吹风跟冰墙留人了 这个地方再看着对方 看到对方在这里切一个吹风 吹过来 流入了三大冰再切一个冰墙 留人吧 直接加了个灵动瞬节要叫单杀 风一下是落 这里跳过来举一手狗都不用放 直接就让卡尔A死了 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运气确实是站在有实力的一方 这个东西没办法 这个刚才这个位置啊 如果说换成一个其他队伍的卡尔在相同的情况下 看到对方这块这么多人 有可能也就是给个吹风 把对方这个TP打断也就算了 有的队伍可能就会这样求稳吧 我只是等你TP 然后我一个吹风直接把你一个TP打断 也就跑了 我就不管你了 但是那样的话 自己的正面战场仍然有可能是被对方回防的人的手抓 那破不掉这一路 但是Miracle选择的是去杀你这个马格拉斯 下落二塔高破 小狗现在身上是带着一个 这个技能偷的就有点无耻了吧 这马格拉斯居然是给对方机会 让对方偷到了一个兽语力量 这样啊这个小狗 强袭暗灭必章的小狗 加一个兽语力量 攻击力279 有暗灭有强袭 这个拆打的速度就有点 就有点真的有点不讲道理的 这还给加了一个灵动迅捷 这个拆打速度已经爆不了了 这波吹风吹起来 磁爆 小狗这个是七一八弊章 这里说话能流 三大兵直接被带走 所以三大兵死了以后 只换掉对方小狗的一个盾 小狗起来以后还有狂暴 开狂暴 直接原地开始挠娜娜 把娜娜吓跑以后懒得理你 加上灵动迅剑以后 直接情拆 诶诶诶诶 不是 等会儿 差一下你们没人打了吗 这波敌法师BKB出来 追一波卡尔 卡尔这个地方是被沉没了以后呢 先往后走一下 加开一个大招 不是这个什么意思 你们到底的是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老虎被递回来以后 卡尔这一个吹风 威光披风再救一手 插一颗真眼 麦根车这里原地给一个星落 第二发星落没砸到对方娜娜的身上 这你妹的 什么他妈玩意儿这是 这个地方就是小狗跟JH两个人 搞了一波试想 带走了对方出来 有点大意的这个 一个土猫 其实也估计要杀这个敌法师的话 这俩人也就杀了 这个挑刀过去举起来以后 小狗直接炸出来一套技能 也差不多 卡尔这波是 最后还是死了 卡尔怎么死 没注意 被土猫烧死了好像 被土猫大概烫死了 还是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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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狗直接是拿了 哎 这个地方想留 没留住 没留住 这波打完了以后 莫名其妙两路高破了 哎真的是莫名其妙两路高破了 这样比赛 老虎自己过来以后 星落砸出来 三大兵自己顶一下 马格纳斯 顶完了以后 直接选择一张TP走 马格纳斯这里也没有射箭 觉得自己这个抬手来不及了 敌法师现在是BKB分身斧 还差一点 卡尔的经济现在仍然是没有超过这个小狗 小狗也没有超过对方的敌法师 这里滚过来以后呢 看看老虎一根箭 又是一波拉比克带狗 这里看到了娜娜 举起来小狗爆出来 直接A死 什么技能都没放出来 70秒的活活时间 没了这场比赛呢 那这场比赛没了呀 这之前一直能够把这个正面战场 抠住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剧毒这个点 对于对方卡尔的一个针对 这场比赛你这个剧毒 70秒钟没有买活 那就真的凉了 这里小狗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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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这个地方没 哎 早A回来 C回来了 马图帅 马图帅 用自己的这个晕水晕出了地法师 地法师没走掉 直接把血吸回来了 啊 0换4 这个小狗终于是被对方击杀 可问题是自己五个人死光了 只有一个土猫有满活 牧师打出了GG 30分钟结束了比赛 厉害的这场比赛在前期崩得像狗一样 然后用这个狗把比赛给carry做了 只有小狗自己一个人没有崩 然后他们依靠这一个唯一一个没有崩的人 把比赛给carry回来了 啊有点厉害有点厉害有点厉害 确实这个战队对现在的这个抗压是真的真的强 真的强 这个不服不行 好吧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也确实是有点这个有点戏剧性 那么双方也确实很辛苦了 今天这个已经是打了很长时间的比赛 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说到这里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BO5的第四场比赛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